大佐阁下 我们整理了以往实验的相关数据 并且重新开启了 黄一号介子替的研究工作 那太好了 中传就训过之后 我还以为 黄一号的研究工作已经停止了 没想到 你竟然重新启动了 可来 我选择你这副主任的决定 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不想辜负大佐阁下 对我的期望 所以我必须要做出一些成绩 来回报阁下 好 实验中有什么需要 尽管提出来 我一定会全力满足你的要求 目前只需要保住原材料的供给就好 等到这次实验有了眉目之后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实地实验 这可没问题 你只需要全身性地 投入到研究之中 其他的事情 我会多深地安排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要通知你 我们尽管会撤离障碍 所以 你要负责把这段期间 所有实验渠度的数据都整理好 我会亲自进行保管 这些数据 就是我们封印计划的重要成果 不认有事 明白了 我就尽快整理好 交给阁下 好 好 小舍俊 我们可以回去了 好 嗯 小舍俊 Gleich 谢谢 给住居司令部配备的防护用具 都到位了没有 已经安排托当 并且向司令部的秘书处 做了汇报 传道将军 每天都把防护用具 放在办公室里 一边看不起我们化学部队 一边对化学武器害怕的要命 我真的不明白 捐导将军他们 到底是什么心态 没准将来我们在战场上 做出了成绩 他们会对咱们的看法 产生转变 也许吧 但是我这样做 是为了帝国的事业 不是为了向他们证明什么 雷元那边调查有什么结果吗 暂时没有结果 敌人潜伏的时间太长了 一时半会儿 还插不出任何东西 那和敌人肯定不会善罢该消 命令守卫中心实验室 还有原材料张固的部队 要加奖金呗 绝对不能在此给他们 任何可乘之机 属下这就去办 卫助理 请您进去 谢谢 秘书长 毛局长 卫助理 来了 卫平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这儿吗 知道 接受例行检查 你的情况就不必问了 这文件上记录得很清楚 而且前不久 你还刚刚受过特高课的审讯 是 秘书长好记性 我听说最近这段时间 都是你在担任供应处的日常生活 这个都是误传 我只是帮处长处理一些 物资处的日常工作 物资处所有重要的工作 必须由处长亲自下令 才可以进行 你还真是谦虚得很哪 我真羡慕李处长 能用一位你这样的忠心耿耿的属下 有件事你要坦白地告诉我 是 李子航当初为什么要加入新政府 担任物资供应处的处长职务 是什么 他不缺钱 还用梅先生做靠山 完全可以舒服地做一个有钱的商人呢 何必要介入政府这么复杂的地方 我跟了处长好多年 我只是听处长提及过 什么事情都势在人为 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政府复杂 说我愚弄 民处长 您所谓的政府复杂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